您最想关心的话题ING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2ING 在台湾网路购物是非常的普及 而民众对跨境购物也越来越熟悉 然而不时有一些网路购物纠纷的事情还是传出 没错 那么此外大陆在上周实施了一个有关网路购物退货的办法 那么到底规定哪些有哪些必须要特别留意 而在台湾有关网路购物退货规定又是怎么样呢 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 萧姬惠副民署长徐泽玉律师来说明探讨 副民署长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副民署长我们一开始先来关心 有关于购物退货的规定 可以帮我们先说明一下 目前我们台湾的相关的规定有哪些呢 在一般跟商店或者是拍卖的这种购物方面有没有差别呢 在我们的台湾的这个消费者保护法 目前的规定是原则上消费者在购物 通讯交易我们在法条上的这个名称就是通讯交易 不管是电视购物网路购物邮购都算通讯交易 消费者可以在7天之内无条件的退换货 但是这是过去的规定 现在有一些限制了 现在跟过去的规定不太一样 那我这边跟大家大概说明一下 在消费法里面有规定 如果说消费者他收售商品之后不愿意买的话 7天之内可以无条件退货 但是从这个去年开始有了例外的情形 哪些例外呢 比方说这些都是授权行政院去订定的 那行政院的制定的这个通讯交易 解除权合理例外情势的适用准则 目前是规定有下列的几项 可以不适用这个7天的无条件退换货 第一个是异于腐败 保存期限较短或解约时即将预期 第二个是依消费者要求 所谓的客制化给付 就是定做的 第三个报纸期刊或杂志 第四个是经消费者拆封的影音商品 或电脑软体 第五个就是非以有形媒介提供的数位内容 或一经提供即为完成的线上服务 这个说起来可能大家听不太清楚 就是APP 我们手机下载的APP 第六个是以拆封之个人卫生用品 第七个是国际航空客运服务 除了这以上我讲的这七个项目以外 都还是可以适用7天的无条件退换货 是 那副女长刚刚我请教您的 就是那有关于如果我们跟网路商店购买 或者是跟拍卖的 或者这种个人的话购买的话 就是二手商品的话 这些有没有一些差别呢 还是都要这个七项的话做排除例外 如果这个拍卖的这个拍卖的人 他是经常性的 或者是反复的从事类似的拍卖的行为 而不是他刚好家里面有多余的东西拿出来拍卖 他其实就是日常就是在做这项业务的 那也视为消保法上规定的企业经营者 还是适用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些规定 因为其实纠纷发生最多的主要都在拍卖 好那么紧接着也就要请教副秘书长就是消极会 那么在之前也统计了公布将近半年来国内的网购申诉案件的情况 那么在其中有关退货纠纷到底占了多少情况是怎么样 大概以哪些情况居多呢 其实消极会统计了大概半年的时间 网络的这个申诉的案件 半年大约有两百多件 我们有我们统计的是去年的下半年 但是如果从目前往回推算半年的话 也就是去年下半年加今年的前两个月 大致上也是两百多件 所以我们大概这个结论就是 大概会向本会提出申诉的 半年之内大概就是两百多件的这个数量 那我们以去年12月做这个统计的这个比较的话 去年12月有39件的申诉案件 退货纠纷占了其中的56% 也就是大概有一半都会申诉 关于这个退货所产生的纠纷 那退货大概有哪些问题 会让消费者觉得不买单 最大的问题就是消费者要求退货 商家不给退 这样子啊 因为我刚刚念的那些相关的这个法条啊 其实是很抽象的 比方说以裁缝的个人卫生用品 这个就有很大的争议了 什么叫个人卫生用品 在我们立法的说明里面只有提到内衣裤跟刮虎刀 那其他的现在商有的商家会认定 只要是跟消费者的皮肤做接触的衣物 不限于内衣裤 泳衣 卫生衣 袜子 手帕 毛巾 全部都算是个人卫生用品 也就是目前虽然有一些法规在那里 但是具体的解释 如何解释啊 常常都是各说各话 所以就容易产生这个纠纷 再来一个就是按目前消购法的规定 就是如果是可以退货的品项 消费者是不用负担任何的费用的 但是商家常常会以啊 这个手续费 运费或者是其他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名目 在消费者要求退费的时候 要求消费者额外的去负担一笔金额 所以这样商家算是应该自行吸收 不应该让消费者来负担费用吗 按法规是这样 那另外如果说商家说这不能退 但是你可以换其他的商品 这样的可以吗 这个就不叫做退 这个叫换 如果消费者愿意同意的话 那当然无可厚非 但是如果强迫消费者一定要换 那也是不合法的 其实现在在实务上有些网站的做法就是 他也不退你 也不让你换 他把你转成购物金 存在你这个账户里面 你下次还可以买其他东西 变相的 这算退吗 这也不算退啊 但是消费者如果愿意接受的话 那个算是双方合一和解了 这个我们没有意见 这样子的案例也不会向本会去申诉了 好那么我们在今天邀请消极会副秘书长 徐泽聚律师来特别针对有关网路购物 那么先谈到台湾方面有相关的一些规定 但是呢还不时会有网购的一些消费的纠纷出现 怎么样来面对解决 还有中国大陆在最近也明定了一个比较新的 有关网购的相关的办法 怎么样来施行 会不会有些问题呢 那么相关的问题 我们稍后再请徐富蜜来跟我们做进一步的说明 我们稍后回来 您好 您好 CALL IN 请我 好 您好 拿起电话 不管来自哪里 我们都能听见您的声音 中央广播电台 专为海外听友设立免付费专线 欢迎多多利用 参与节目CALL IN 讨论 马来西亚 菲律宾 纽西兰 英国 法国听友请播 00800 5516 5516 美国 加拿大乡亲 欢迎拨打 澳洲的朋友我们也没忽略 请播 最最最支持央广的大陆朋友 CALL IN 也可以打免付费电话 华北听友请播 010 10800 886 0063 华珠及华南听友请播 010 10800 186 0063 好了 说了这么多 就是要您别忘了 CALL IN 常来电 而且您来电我付费 阳光主持人在台北发音室等您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ING 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 萧姬会副女长徐泽玉律师 来我们说明网络购物的一些相关规定 还有萧姬会统计了近半年网购申诉案件 有超过50%是有关于退货纠纷 谈到退货的部分 副女长目前中国大陆在上周 他有实施了一个网络购买商品 其实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 而在上一段节目中 你也帮我们说明了一下 台湾的有关于退货规定 你可以帮我们观察一下 大陆这一次实行的暂行办法 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部分 其实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暂行办法 是比较详细的一个规定 中国大陆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其实早就有类似我们消保法第19条 七天的退换货的规定 他们已经有了 只是就如同我们这边比较详细的规定 可能必须要透过一些行政规则 去公告才能够实施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 也是规定经营者如果采用网络 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 消费者也是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 七日内退货 无需说明理由 但是有以下的例外 还是有 还是也跟我们一样 其实内容也差不多 第一个是消费者定做的 第二个鲜活易辅的 第三个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 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 第四个交付的报纸期刊 这个是一律不可以退货的 还有一种就是 如果是全款锁售商品外 其他根据商品的性质 并且经过消费者在购买时候 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 也是不能退 他的意思也就是说 如果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 商家已经告诉你这些是不能退 你也同意了 那就不能退 那这一次公告的 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退货占行办法 就有把 刚刚讲的 到底哪一些是 消费者确认之后不可以退的 这个商品 有大概做了比较详细的一个说明 有以下几种 拆封后 亦影响人身安全或者生命健康的商品 或者拆封后 亦导致商品品质发生改变的商品 第二个是 一斤激活或者适用后价值贬损较大的商品 第三个是销售时 以名是临近保值期的商品 有瑕疵的商品这几种 是 好 那么有新的规定 那么办法相当的清楚 不过呢 是不是有些问题 像我自己就会想到说 所谓七天怎么样去明定 或是遵守这个所谓七天 怎么样计算 这个部分的话 负密是不是帮我们做说明一下 是签收之后 那个就算开始七天吗 七天 对 收到商品 收到商品 收到商品或服务之期期间 那不过那个 中国大陆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它的法条只有写到 收到商品之期期日内 其实我们从网路购买的 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商品 有的时候是服务 比较完整一点 应该是商品或服务之期期日内 有一些这个相关的新规定 刚刚副民长帮我们做解释 接着呢 我们来接听这个听友的电话 如果是大陆东 华北东北听友呢 可以拨这个免付费电话 是010-10800-886-0063 华中华南听友 可以拨010-10800-186-0063 而台湾或其他地区的听众朋友 可以拨02-2885-3003 或者利用QQ147-471-7400 好 我们线上要接听北京的宋先生 您的电话 您好 宋先生 你好 主播 是 你好 好 正在今天我们所探讨的话题 您有什么要意见要发表 或者说有什么问题 要请教消息会的副秘书长的律师 我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个 我网络购买的一个故事吧 好 请说 有一次在网上买了一件衣服 然后这件衣服在百货商场 要卖到1000块钱 然后在网上的只要400块钱 然后当时也没仔细看商品的介绍 就直接下单了 买到家之后发现这个大小 就是和它标示的大小不一样 可能就是那种尺码和正常的尺码 比正常尺码要小一号的那种 所以就是发现这个衣服小了 然后本来就想退了 因为现在很多商家 都是可以7天免费退换的 所以想退 结果在商家协商的时候 就发现商家就跟我说 在它这个商品介绍里面 有一行小字写着 十码不合 盖部退换 所以后来这个商品也没有退换 没有退掉 那只能是把它 后来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把它放到那个 家附近的服装店去贷卖 结果只卖了200块钱 所以还损失200块 对对对 一下损失200块 还要给那个贷卖的服装店 50块钱贷卖的费用 然后一下损失了250块钱 结果自己就 最后就收回到150块钱 好 非常谢谢北京的宋先生 分享你的网购的经验 好 这个我想对于 请说 我最后就是总结一个四句话吧 就是网购虽省钱 但是有风险 要想不伤心 请你擦两眼 好 非常谢谢宋先生 您的分享 谢谢 好 副秘书长 您刚刚听了北京宋先生 他的网购经验 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其实法律的规定 就是无需说明任何理由 即便是商家 他事先表明了 某种他自行自定的理由 说不给退 这个对消费者是没有拘束力的 消费者本来 中国大陆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25条 7日内退货 本来就写了无需说明任何理由 所以这位消费者 他太老实了 其实商家是没有权利 这样子对他的 当然他没有依照法律的规定 去争取自己的权利 他就退缩了 自己想办法处理掉 对消费者造成损失 因为如果商家可以自行自定一些 他自己认为合理 不给退的这些条款的话 那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 就是拒纹了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要告诉 线上收听的消费者朋友们 你们有你们的权利 不是依照这个商家说的规定 说了算 都要照法律来走 还有刚刚副民长有跟我们讲说 在有一些 如果有一些例外的状况的话 也是有中间有所规定的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 下一通的电话是 您下的听友何先生 我是那个经常在网上购物 比较多的那种 然后就是 现在遇到的一些购物问题 一方面就是物流 可能物流有延迟 大陆现在的好多的 就是节日的话 它会搞很多活动 那网络的那个物流配送服务 相对来说 也有一个参差不齐的现象 所以说就是经常会遇到 比方说物流延迟 或者是偶尔也有物流 就是包裹损坏的情况 我遇到的问题 也就是以上这些 那通常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会怎么样来处理 或是什么样的一些管道 去寻求协助呢 现在那个去处理的渠道 一方面就是 首先是联系那个配送的商家 或者是卖家来处理 然后那个商家 或者是那个物流送货商 如果处理的不太及时的话 这边会寻求政府的这种 邮政管理部门来介入处理 那你自己碰过 最多大概多久才收到这个货的 你自己经验 好像是 目前来说基本上 一周之内应该都是入到 没有说超过比一周更长的时间了 然后网购的话 就是海外购 我们这边要海 就是从国外的买的话 可能相对时间来长一些 因为要从国外那个漂洋过海过来 需要经过海关的一些手续 然后相对来说 那个比较慢一些 那个可能半个月能收到 OK 好 非常谢谢您下的核心 听友分享了你的经验 富民书长想请教 刚刚有提到 就是海外购物这个部分 我想对台湾民众来说 应该也常常会遭遇到 你不晓得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如果说像海外购物 因为这个路途比较远 所以说会花费比较长的时间才送到 这个我想大多数的消费者 是可以接受的 你买的时候 你就已经预期到 它可能会比较晚到 那如果讲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就是七天之内退换货的问题的话 因为这个七天啊 就是从消费者收到商品 开始算 所以这个路程当中的这些时间 是都不计算在内的 对于消费者权利是没有影响的 那当然消费者可能是 急着要收到这项商品 那就没有办法了 因为毕竟法律是没有规范 说商品从你订购之日 多久要送到 这个是没有规范的 谢谢 那富民书长 那如果对我们在这个 网路跨境购物上的话呢 那有没有一些这个 退货的相关规定 如果是跟这个国家 跟东南亚某个国家买的话 他们有没有这样的相关规定 我们台湾的这个规定 能不能适用这个部分 台湾的相关规定 当然只能适用在台湾的业者身上 那至于像海外购物的话 那就必须要适用当地的法律的规定 好 是 非常谢谢富民书长 好 接下来我们要接听 辽宁的李信听友 您的电话 你好 喂 喂 喂 你们好 你们好 你好 专家老师 你们好 是 李信听友 您对于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 有什么意见 或者是有问题要发表的呢 是 平时啊 我也是属于那种 经常在网上购物的人 然后我自己也是一个淘宝的店主 所以平时像那种海外购物 我真的是很小的 是 那么你自己也是网购的店家 平台了 那您有碰到过像这种 有关退货方面跟消费者之间 可能会有一些 必须要说明会有一些 纠纷的吗 你自己的经验 像我开淘宝店的时候 还没有遇到像那些 有买家就是向我去退货 或者怎么样的 因为我在发货之前 要那个要等他好质量 然后再一个发货的 在此之前 就像我平时买东西的时候 也会那个 稍微会有一些质量问题的 但是问题都不是 是很大 然后我就觉得 来回退货吧 又比较麻烦 然后我就只好 先去用 是吧 倒是那种实在不行的话 不是有那个 今天那个无理由退货吗 这个我是有的时候会用的 用这个 这个挺方便的 也挺好的 好 非常谢谢这个理性听友 打电话也进来发表的意见 我们这段节目中 谢谢 好 我们这段节目中 是开放听友call in 如果是台湾或其他地区的听友 可以播02-2885-3003 如果是大陆 华北东北听友可以播010-10800-886-0063 华中华南听友可以播010-10800-186-0063 如果是网友的话呢 可以利用QQ即时通软体线上发表意见 或是提问题 两岸界QQ码是147-471-7400 接下来要请教副秘书长 就是消息会呢 不但是统计了 我们国内大概有一些 关购物纠纷一些事件 他们来申诉之后 我们消息会会怎么样来协助他们 通常说这个会不会是旷日费时 或是很棘手的问题呢 确实是的 因为通讯交易的这个量非常的大 申诉的案件也非常多 而且有一个特征就是 金额不是很大 有的时候消费者可能吃了亏啊 最后如果商家没有做妥占的处理 就像刚刚第一位那位消费者一样就算了 因为比较少人会为了几百块钱 真的去打官司 更何况有的时候 消费者是利用那个 Facebook上面的广告 所获得的这个商品销售的讯息 有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卖家是谁 哇这很麻烦的 这很麻烦 这个不像甚至不像网拍 至少你还知道这个有平台上面的账号 你如果在Facebook上面的做广告 然后跟广告的这个上广告的人去买了商品 你根本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如果那个卖家他不肯做妥善的处理 想告都没得告 这个所以我们就多次的提醒 消费者您在买之前 你至少要知道你跟什么人下单 这个或许在往Facebook上跟你这个互动的很频繁 跟你很熟 但是你毕竟还是不知道他是谁 一旦遇到消费纠纷的时候 非常难处理 这个我们也没办法处理 这个相关部门有没有针对这样的问题 有过进步的讨论 这个没有办法 我们目前没有实施网路实名字 任何人在网路后面开一个账号以后 你不知道他是谁 所以有这样的一些状况 好我们这一段是开放听众朋友打电话 进来发表意见 或是您网购的经验 或者是提问 那如果是大陆华北东北听友 可以播010-10800-886-0063 华中华南听友 可以播010-10800-186-0063 而台湾或其他地区的听众朋友 可以播022-885-3003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通电话 是台湾的熊小姐 熊小姐您好 您好 您对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 有什么网购经验 或是有问题要提问呢 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我在网路上买了东西 比如说用了两三个礼拜 他才发现有瑕疵 或有点为故障 那这样我要推荒货 那个厂商在跟我要被运费 这样子合理是可以的吗 好 非常谢谢熊小姐您的来电 那我们想请傅明长帮我们回应一下 刚刚这位消费者 他所提到的问题 因为已经过了期间了 消费者刚刚提到说 他是用了两三个礼拜 所以已经没有办法适用 我们今天讲的 这个通讯交易解除权的 期间建长期的规定 那至于您说这个商品有瑕疵 厂商跟您要运费 这个就必须要看您认为的这个瑕疵 是不是真的是可规则于厂商那边 那如果是可规则于厂商的话 那因为也没有规定说厂商 这个运费或者是保固的费用 保固的期间大概是多久 都没有规定 这个必须要看实际的情形来认定 如果这个瑕疵确实是业者那边的 这个产品在出厂的时候就有的话 那么消费者或许可以跟业者 请求损害赔偿 或者请求他修复 但是如果不是 而是消费者使用上的问题的话 可能不只是要负担运费 可能还得负担一些修理保固的费用 这个没有办法一概而论 好 非常谢谢副秘书长 那么要请教副秘书长 就是说面对这个网络购物的 这个纠纷事件这么的多 我想相关的一些修法 是不是未来也有进步讨论的空间 其实目前的这个期间建厂 其实相关的法律的规定 两岸的规定大概都差不多 都赋予了行政单位 将一些这个比较 对于卖家那边 比较不公平的一些这个商品 排除在期间建厂期之外 目前的这个态势 就是方向应该是已经确定的 那只是为了要避免消费发生 这个消费纠纷 主管机关应该要针对于 这个网络购物拍卖的一些平台 可能要适时的这个加以集合 就是有一些这个网络的卖家 如果说不肯遵守目前的法规的规定 那在这个商品上架的时候 就应该要劝导他们 必须要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相关的规定 要要认真的加以遵守 还有就是消费者真的要求要使用的 新兴建厂期的规定 要需要退费的时候 也一定要确实退费给消费者 这样子纠纷才会少 好谢谢 那我们继续接听电话 这是今天最后一通的电话 也谢谢刚刚说打电话 进来听众朋友 这位是新竹的彭先生 彭先生您好 喂你好 您对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 有什么意见或有问题要提问呢 就是之前我在网路上有订购一双球鞋 就是当然是知名品牌的 但是就是在买了之后 其实有再三确认过 是不是正常就是正版的 但是他卖家一直保证说是 但是呢寄来之后却是劣级的防茂品 那这样的话其实到最后 如果要退费的话 他又不肯退 就是其实是有点秋长无门的情况 那针对这样的情况 是有什么办法能够求助呢 那你后来还有跟这个卖家联络 还是这个卖家就切断不跟你联络的呢 他就是比较消极的回应 然后之后就不回答我了 好 那我们请副运长帮我们做回应 也谢谢您打电话进来 副运长 刚刚这位消费者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最后可不可以利用两分钟的时间 你也给听众朋友在网路购物上的一些提醒 这位消费者所伸出的这个情形非常的常见 有一些比较恶劣的网路卖家 确实是会以假乱真 卖劣值的防茂品给这个消费者 那我这边就是要提醒消费者 如果遇到这样子的情形 务必要在七天之内寄纯证信函给对方 保留证据 因为你如果没有用纯证信函 因为法条规定是书面通知 如果消费者没有用纯证信函通知对方的话 过了七天他甚至可以不让你退 务必要用纯证信函通知对方 那至于如果纯证信函记了 对方还是自知不理 这个时候就消费者就可以选择 看是要向当地的消保官投诉 或向消息会请求协助 如果说这些比较温和的方法 没有办法达到消费者的诉求的目的 卖家还是不给退 那这个最后一招就只能够上法院诉诸公道了 这样子的情形非常的常见 我再提醒消费者 所以我还是请消费者 能够选择这个比较有声誉的网拍平台 网拍平台有一个第三方支付的这种制度 也就是消费者你收到商品 你没有说给钱之前 卖家收不到钱 这样子对消费者比较有保障 好 非常谢谢消息会副秘书长徐泽玉律师 您的专业的提醒 网购非常的普及 但是有关网购两岸有不同的办法规定 那么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免得自己消费了 但是却变成冤大头 要求偿的时候无门也是很辛苦一件事情 当然我们希望店家也能够遵守相关规定 今天非常谢谢消费秘书长您的说明 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参与讨论 谢谢 谢谢副秘书长 谢谢